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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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饭放下去之后跟番茄酱一起炒 为了要红的颜色 如果您家有牛油 建议您放起牛油 这样米饭炒成更香 炒好之后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在盘子里面铺上生菜以及一点点黄瓜 这样为了装饰一下 然后把这个米饭盛到盘子里面 以及刚刚做好的这个牛肉一起放上去 这样子打工告成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大厨还有什么小提示告诉我们 做那个法式牛柳最重要就买好的牛肉 回来切成粒 腌腌 腌过之后我们把它炒的时候用一个青瓜 一个青菜来炒一下就好了 就很好吃的 就很容易做 大家可以在家里做 这就是今天教大家做的法式牛柳红饭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欢迎登陆华龙美食网是tastypro.com 上去查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